哈喽哈喽,我还是那个可爱的喵妹 娱乐圈不止吃瓜不断 娱乐圈的水有多深 长刷新闻的剧迷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 各种各样的瓜从来没有断过 如果你想知道娱乐圈有多乱有多深 听喵妹给你们讲这几段就知道了 之前杨子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 在娱乐圈你演戏好不好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有商业价值 杨子现在的事业发展的不错 但是谁能想到 他曾经也被临时换掉过 杨子之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角色 他为了这个角色每天都努力健身 准备了两个多月 但是在开机前一周就被换掉了 这对当年的杨子打击很大 他表示当时在面前假装看电视 事实上已经伤心到哭得不行 甚至因为这件事 差点失去了对演戏的信心 觉得剧组太烦人 就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演员 你要有商业价值 不然你是会被换掉的 你演戏好不好 没关系 后来换了一个非常有商业价值的人 去演 如果放在现在 这个角色肯定是属于杨子的 因为现在他在作为90后的小花旦 在娱乐圈非常抢手 也很有商业价值 蒋欣曾谈到 在选角色时 有一堆照片摆在副导演的面前 他们拿着照片就说 贼妞不错 当时他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觉得很不公平 他们手里拿的是别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给他们所谓的好处 也没有和他们怎么样 他们就不会把照片交上去 照片就会在地上 也就意味着这些姑娘失去了这个机会 蒋欣之所以再提到这件事 使他觉得如果演员能够演好戏 说明他是纯粹的 是单纯的人 而不是有杂念的 所以想要在娱乐圈生存下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要比别人更努力 有作品才会有底气 在妙媚看来 就算娱乐圈再乱再复杂 如若那些想成名的明星 内心干净的话 也不会变得如此 说到底 莫非是某些想成名的人 想走捷径罢了 在娱乐圈被潜规则是常见的事 就拿话题女王杨幂来说 她在一次采访当中 对着各大媒体的镜头就直接说 她自己小时候也被潜规则过 本来在新红楼梦中 已经定下的角色 最终就被某些关系户刷了下来 杨幂也在采访当中 说了一句非常在理的话 利用潜规则出名的人 比比皆是 他们成名后 不会有人管他们是怎么成名的 大家都只看了他们成功的光芒 她还说自己身边很多人 也是同样如此 不只是明星 只要他们能得到的 不管是负面还是正面 都无所谓 圈子如此 人也如此 看来娱乐圈真没我们想的那么和平 上面几位女星只是光拒绝 对人生安全并没有什么威胁 但这位巨星可就惨了 大家还记得刘嘉玲当初被黑帮绑架的事情吗 她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就在大街上被一帮黑帮组织 绑架到小屋子里面威胁拍照 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 在某次节目上 她自己谈起时 称直到现在也为全部走出来 庆幸的是 她并没有因此事而一蹶不振 而是大胆面对眼前的一切 并且还有梁朝伟一直陪伴着她 那段阴影才慢慢解开 刘嘉玲这事件深深的告诉我们 当时的娱乐圈真的很可怕 黑暗势力太盛行 不过要是放在现在 估计不会有类似的事情 毕竟国家在大力打击黑恶势力 娱乐圈虽然很黑暗 但是如果自己保持一个正当的心 就不会卷入这种势中 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那才叫真本事 前广大网友理性吃瓜 当然这只是喵妹个人的观点 毕竟一千个人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你们又有什么高见呢 本期的盘点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